瓦岗这起义又称瓦岗军起义 共历十七八年 隋大业七年至隋大业十四年 当时响应者云几百万之众 一招可及先发制人 并且据隋书记载 密语让领精兵七千人 以大业十三年春 出阳城北于方山自罗口 习兴落舱破址 开舱自民所取老弱富强 道路不绝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瓦岗 起义军强盛时直逼都城洛阳城下 为何最后却失败了 瓦岗起义军的第一任首领是敌壤 敌壤是何许人也呢 据史书记载敌壤武功高强 颇有胆略膳使长枪 除为东郡法曹后范氏 被下狱治罪 本该处以死刑 可当时的玉立黄军汉认为 敌壤是一条好汉 不该在监狱里等死 就将他偷偷放了 随后敌壤逃至瓦岗 聚众起义一时之间响应者云集 其中就有隋唐好汉之一的 善雄信 以及后来的凌延阁二十四功臣徐世纪 他们先是沿着永济局抢夺来往船只 以致滋用封给父者义众据图至万余人 而瓦岗起义军的第二任首领则是李密 这李密可不是敌壤这样的穷苦人出身 而是贵族出身 他是西魏名将李毕的曾孙 开皇年间 习父亲李宽随朝上诸国 蒲山郡公的爵位蒲山公 可是没想到这位新任蒲山公却站错了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史书记载李密号读书 尤其兵法与杨权杆友善 甚至还参与了后来的杨权杆起兵反随 可惜大事之下杨权杆兵败了 而李密也随之被俘 不过在押送途中逃脱隐匿民间 之后李密于十二年投瓦岗敌让军 先是联合瓦岗附近的几股小旗一军破金地关 后又在行阳大海寺涉服击杀了随将张旭托 自此李密取得敌让信任 并统帅一军号称蒲山公营 自治通鉴随计 随即七记载 密部分严整 凡号令士族虽剩下皆如背负双血 功夫减速所得金宝 西班次麾下 有始人为之用 麾下士族多为让士族所凌辱 以为约有素不敢报义 可惜这般强盛的瓦岗起义军最终却 在王世冲率领的随军打击下 全面失败 以至李密走投无路 本赴长安向黎渊建立的唐政权投降 不久便反唐出走被杀 高祖使命令本兵网黎养 召集顾时将士精略士充 石王伯当为左五位将军 义令为父 密刑至陶林高祖附争之密 大军谋将叛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内斗 李密投靠瓦岗军之后 在数次对随军的作战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威望随之越来越高 甚至隐隐有超过瓦岗 在创立者敌让之意 而敌让为了瓦岗的发展 就主动把瓦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密 本来一切都是王好的地方发展 可敌让的哥哥敌洪以及王如信 等人又劝敌让夺回领导权 最终随着矛盾日益激化 导致李密不得不杀了敌让 之后李密一系与敌让一系便是同水火 再也不能拧成一股绳 于义宁元年 公元618年 10月被王世冲击败 随属有云 李密遭会风云 夺其灵异私封寒谷江戈洪沟 7月之间众数十万破坏脊催士冲 生动四方微行万里 虽运乖天眷是须兴亡 而一携人谋雄明刻阵 创意 人至性清剿终至颠覆 其度长妾大以陈相之际梦月